今天G点我们一起来GG自己国家经济不多国有气息 还想着抢香港人才的大英帝国 英国在2021年1月31日实施BNO5加1计划 被持有BNO的港人申请移居英国 上个月31日计划实施两周年 英国内政部当日是社交媒体贴文 在这两年里已经有14万4千5百港人 直计划移居英国 他们会继续欢迎香港人 履行他们的历史承诺 还找过移居英国的香港农夫拍片帮他们宣传 看来英国真是吃水滋味 接收了香港数以万计的劳动人口 帮他们提高生产力 想要吸纳更多人过去的挨雷仔 有心水清的网民就说 英国吸港人过去是想他们做些小人愿意做的工种 例如仓务、工厂、NHS年嫁劳工等等 还质疑有几多香港人过去可以做老本行 那又是呀 到底英国是抢人才还是抢廉价劳工呢 当然你有你心水清 那些蛮产英国的宜英友就一定不肯听 他们说 重新开始比在香港做几十年樓劳 分分钟他比你快退休 更重要是成就下一代 说到多好听 不知道的真是以为英国是天堂 看回这个魏天堂 通胀镜、经济差 频频换手上政治不稳 自己人民的生活都很一样 还吸那么多港人过去 多了数以万计的人欠饭吃 他们成不成熟得到呢 过去的港人又是否全部找到吃 全部都有好过香港的生活呢 所谓没有那么大个头就不要戴那么大帽 上级人才都要用得着才行 如果吸着那些只会拿着素的 你们更麻烦 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 记得留言、赞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订阅HKG部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小小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